欢迎回到麻辣下午茶的 全方位教育讲座 我们今天要为您探讨的是 关于在网路世界上 有哪些资讯 对于大家申请大学 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今天还是非常开心 请到了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的 江主任 聊到节目当中 您好 您好 各位家长你们好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其实网路 其实现在是非常方便 你可以查这个大学排名 你可以查这个奖学金 哪些地方可以申请 那要怎么样申请 这些资讯都非常的有帮助 另外其实还有一个是 让大家非常关心 就是关于这个录取率 往年录取率几率怎么样 其实都关于你今年 你要怎么样去申请这些学校 其实是很重要的 对啊 因为你在选学校的时候 你也要算一下说 我被录取的几率高不高 这是很实际的问题 对 我现在GPA多少 SAT多少 那我大概有多少机会 可以被录取 所以像我们这个行业 有一个Bible 就是有一个圣经 叫做Fizguide Fizguide F-I-S-K-E Fizguide Fizguide呢 以前是厚厚证明 打门就像那个电话本这样子 但它现在也有网络的 对 它网络是要付费啦 但是就是说 我还觉得还蛮值得去的 那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蛮多 就是以前的这个录取的数字 这些学校 它的这个介绍是蛮详细的 而且几乎美国所有的大学 它都有cover 所以这些资讯 其实可以让孩子们 还有家长们 就是更知己知彼 然后能够百战百战 希望说不要去硬碰硬 完全去碰一个那种 可能录取率只有2% 3%的那种学校 对 就是你可以 不要知道说 它大概就是标准在哪里 其实还有一个 这个方面的网站 我觉得也可以 值得介绍 就是UC UC有一个网站 那UCOP.edu 那UC这个网站 是涵盖了就是UC9个 9个UC 它就是历年以来 录取的这个GPA SAT ACT 还有就是种族 这些非常详细的统计数字 都在这个UCOP的网站 所以其实这个网站 我常常都拿来用来 跟学生就是谈条件的时候用 因为我先算它的GPA 你的GPA多少 然后我把UC 历年来录取的GPA 一拉出来 你告诉我 你现在可以进哪个UC 它一看就吓死了 白纸黑字的 很清楚嘛 所以你也不用多说 也不用再劝它 就马上让它知道说 很实际的问题在哪里 而且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是一个UC的官网 对 是是是 所以这些资讯 都是非常重要 但是我相信这些资讯 对于小孩子们来讲 可能很容易懂 因为他们在网络世界上 其实是很悠悠的 对不对 然后在语言上面也没有问题 但是有一些家长 他们想要更了解 这些同样是非常重要的资讯 但是可能在语言上面 有一些隔阂 那是不是市面上 有没有一些中文的网站 有这方面的资讯 可以提供给家长们的呢 目前我所知道 中文的网站 申请大学最好用的网站 就是我自己的blog 我的部落格 江竹人的部落格 那这个部落格是我写的 但是实际上 像我刚刚谈到 所有的这些网站 我都已经连结在上面了 所以等于我都已经 把资料整理给你了 你就非常的方便 可以去点选 可以去看 此外呢 我还写了非常多的文章 就是所以你不用道听途说 很多实际的案例 讲给你听 那当然也有一些 像18台的访问 这些东西都是在上面 就是我都叫他 24小时不中断的 这个教育资讯 所以实际上呢 家长可以从我的部落格之中 学到很多 如果你把我的部落格看完 你也成为半个专家 我相信 因为有很多 像很多我们的资讯 比如说我们在做访谈的时候 您讲的 可能观众们有时候会错过了 但是上到你的部落格去 可以重复的再看 其实有一些细节呢 可能要听第一次 你没有听到 第二次第三次 原来是要这样子 而且有些时候呢 是你把它写成文章 你很清楚 可以把它拉出来 看说原来 碰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解决 当然这些都是免费的资讯 那么您非常的大方 跟大家一起分享 但是有时候呢 我发现在跟你做访谈的时候 发现说这些都是问题 然后你也告诉大家 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呢 其实实际操作起来 还是有它的困难度的 对不对 我觉得你讲的很有意思 因为我常常啊 比如说会在节目上讲说 那边有一个洞 就是像这种情况 就是小孩子比较容易出状况 然后家长就听啊 然后过一阵子 他会跟我说 对哦 其实你上次说 那个时候会出状况 后来真的出状况了 可是你当时讲的时候 我不觉得 对 对所以实际上呢 我们讲预防剩余治疗 所以这个升学规划的这个顾问呢 他要做的工作就是 预防你的小孩子掉到那个洞里去 是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行业的这个专门的知识 它还是有它的价值存在 当然啦 所以呢 这个当然如果说 你能够好好的利用这个24小时这种 免费的这种 你的这个 部落格 不中断的教育资讯 那么利用这个江九伦的部落格的话 我相信你可以学到很多 但是呢我相信呢 对于很多家长们来说呢 还是觉得说如果有个专业的 我们的人在旁边打理的话 会更安心也更放心 孩子们可能也能够更笃定的去 准备自己申请大学的一些资讯 没有错 非常谢谢江主任来到节目当中 那么也希望大家呢 能够在准备大学的时候呢 能够更顺畅 可以多多利用网络上的一些资讯 当然江主任的部落格 你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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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